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政治强人就是著名的穆罕默德伊德里斯达乌德 简称达乌德 达乌德1909年出生于我国的邻国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世 因为其出生于阿富汗王室 他的婆婆穆罕默德纳提尔 当时是阿富汗的国王 自己的父亲也算是个亲王了 因此 达乌德从小生活条件十分优越 其十二岁就被送到法 国上中学 二十岁回国后跟随唐哥查西尔 一起在阿富汗最高军事学府 喀布尔军事学院学习 而四年后 唐哥查西尔接替保护继位 成为阿富汗新国王 查西尔上台后 十分不忘自己这个堂弟 在达乌德二十四岁的时候 就被任命为当时南格哈尔省的省长和军区司令 二十五岁就给堂弟达乌德晋升中将军衔 当时的达乌德那可是寸功未裂 可见唐兄查西尔对其的信任 而在一九三九年 当时才三十岁的达乌德 就被堂哥任命为中央军团司令 相当于国防部长和武装总司令的职务 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而此时的达乌德开始也心膨胀了 其利用自己的职务 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骨盖军官 只对其效忠 而且此后被堂哥任命为首相 相当于从领 更是独揽大权 进一步培持自己的势力 在达乌德当首相期间 其不断投向苏联怀抱 获得了很多的经济支援 为此在国内搞经济建设 颇有成效 为其积攒了大量的人脉和权威 但是此后其跟堂哥查西尔国王的政治主张逐步偏离 查西尔国王倾向于跟随美国 而达乌德却要跟随苏联 而且在政见上是矛盾重重 逐步激化 而且达乌德的专权和野心 也让堂哥查西尔感到危机重重 在1963年 达乌德被查西尔免职 这位后来达乌德的政变埋下了伏笔 在1973年7月 堂哥查西尔国王出国养兵 当时去的是意大利罗马 留下太子爱哈迈德处理朝政 而堂弟达乌德立刻联络自己的心腹军队 连夜开进首都喀布尔 立刻控制政府和王公 直接逮捕了侄子爱哈迈德 推翻堂哥的统治 之后自认元首 当上阿富汗总统 为了防止堂哥复辟 达乌德彻底废除君主立宪制度 主张共和制度 远在国外的查西尔 指得流亡美国 达乌德上台后 推行大道阔斧的改革 实行土地企业国有化 前期徐德 聊一些成果 但是因为没有结合国情 导致经济混乱 百姓生活困难 市场秩序崩溃 而此时达乌德却忙于政治斗争 在其当年政变的下属 人民民主党领袖 怕拉基不断加强权威的时候 达乌德怕大权旁路 威胁到自己的权力 开始疏远苏联 这引起了苏联的记恨 在1978年4月 塔拉基在苏联的支持下发动政变 对达乌德政府进行血腥的屠杀 达乌德及其三个儿子 儿媳 还有孙子孙女 全家几十口全部被枪杀 这次政变 被清洗的军官和心腹多达两千多人 达乌德靠政变上台 最后也死于政变 而其死后 阿富汗王室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探究历史真相 发现背后故事 对待历史 必须较真 更多精彩 请关注还原历史真相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在废还开艺 还是 龙子 ripple 接近 阿富汗王室 大学